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七 那我們第31路來到了苗栗的優惑意境露營區 那這個露營區呢 主要是看上它旁邊就有草莓園 可以採草莓耶 小孩都超愛採草莓的啊 尤其這邊還是大壺的草莓一定很好吃 本集看點呢 因為我們今天跟朋友一起露營嘛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可以看一下他們到底是有什麼露營的好物 可以來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我就會開箱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新入手的地墊 另外一個就是煮火鍋必備的鴛鴦鍋 影片的最後呢我當然會介紹進去啦 那有興趣的話繼續看下去吧 媽媽 這裡是停車場 然後又在旁邊下行 可以有拖車可以拖上衣櫃 要經過長長樓梯才會到達衛浴跟冰箱 是有一點麻煩啊我覺得 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人在這裡錄影啊 衛浴好大間 所以他們廁所都蠻乾淨的耶 你看這是做室 然後這裡是敦室 它沒有漂亮的瓷磚 但是用這種紅磚我覺得 好復古喔也很好看耶 他們還沒有自己的帳篷就先租 這是雙風帳 那其實我從開始露營以後啊 陸陸續續也購買了好多的地墊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調地墊的幾個準則 那第一個呢它一定要是表面是防水的 因為你露營的時候很容易湯汁都潑灑在上面 所以防水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個呢它的厚度要有一點 因為小朋友都會在上面嘛 所以其實踏上去的話 你如果厚度有一點的話其實也比較舒服 那第三個呢就是它的底部 它的下面的那一層呢 我覺得是要牛筋部或是要乳膊墊 因為這樣子的話比較能阻絕地上上來的水性 那第四個就是見仁見晉 我是覺得要要這樣 因為帳篷其實地墊放上去以後 就整個看起來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漂亮很重要喔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了 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這款地墊呢 是野豐地墊 它算是地墊界的新品牌 它們家裡有不少這種花瓣的設計 我覺得算是蠻好看的一家地墊 野豐地墊的話呢 它們上面的這個都是防潑水的 那防潑水等於說 如果你餅乾啊 湯汁啊 掉下去的話也比較好心理 餅乾其實拍一拍啊 它就出去 小孩很喜歡就是鞋子踩進來 所以這種防潑水的話 其實拍一拍 它那個灰塵就掉了 就是這一點我很喜歡 它這個算是厚夾棉吧 所以踩在上面也還蠻舒服的 而且它這個地墊可以激洗 可以激洗的很重要 因為以前我們地墊有漲掉過 所以我們真的是 不能在那邊刷欸 很辛苦 所以可以激洗的很重要 直接丟進去 然後用柔洗模式就可以了 很方便 底部是牛津布加厚的設計 而且也有雙層的防潑水 其實我很喜歡它一點 就是它有附一個收納的袋子 然後你就不用再另外買了 很讚 貼心 國小隊幼稚園隊 多一點 一排是養樂多 二排是餅乾 最後還有草莓 不同的獎品 我們不要踩進去 我們可以在這邊玩 我們不要踩進去 我們可以在這邊玩 採草莓了 被小孩丟到 太強 採草莓 他們有菜園跟草莓 大洞妹 大洞妹 哇 好多喔 八 哇 真的是長得很漂亮 沒有 有蟲蛙 沒有 那是土啊 那是它的根 我以為它是大洞妹 吃吃草莓 拿這給你 吃吃草莓 給你 有轉紅像這樣子 紅的都可以彩彩 棒棒 它這樣子兩百塊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而且最主要是 小孩真的很喜歡採草莓 哇 好棒喔 而且這次採草莓 也學到了 草莓 是怎樣才能採 在 覺得蠻有趣的 小孩就是一直在這邊玩 沙 就夠了 要煮飯啦 煮個一杯好了 一杯 是 這個企劃燈 我是第一次看到耶 好酷喔 是不是真的很熟 哈哈 第一次看到 出發剪木材 這個是拿來架高貼的 你看 我燒到它 那就是這樣 你幹嘛這樣子啊 謝謝 謝謝 撿財 撿財對歸來 蛤 你是發生什麼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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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欸我幫你拍到欸 欸 終於成功了 欸這個視頻 你大概 要花多少錢都買 對 一千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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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派的 鮮香鍋 烤棉花糖 烤棉花糖 晚餐 這個是麻辣糖底 就是藥燉 行這樣子就非常的方便 小孩就可以吃那個辣椒 烤棉花糖 烤了就你沒烤你可以嗎 可以 這樣吃比較快啦 幹嘛要烤 邊烤火邊看電影 真的是雙上的 他在弄宵夜烤魚 折疊烤箱 那你剛剛的木材是放在哪裡啊 丟到裡面去 喔所以他不是彩燒爐 彩燒爐是這個啦 然後這是烤箱烤魚 大廚上菜 鹽烤魚 好酷喔 誰要吃魚 我 你要說有 有 上面還可以弄 哇這個肉看起來好嫩 很酷 好 來試試看這麼高級的料理 很酷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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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擊的小鮮肉 好辣 地瓜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你看這個 地瓜 哇塞 你以為你在吃冰淇淋喔 地瓜也好好吃喔 就這樣嗎 媽媽 就是熱水 沒有要吃 因為你去的熱水是搞不好燒 快吃 趕快吃 走睡覺啦 大家晚安 早餐 加上小丸他們蓋的水餃 總共有四種 名字 你就知道說 他們到 來吃這個麻辣水餃 它超好吃的 全裡面就可以買 它就是裡面真的有馬很大的感覺 丸子 丸子阿姨 開始收啦 營主說上面有櫻花 再來講一下這個營地的 我覺得優缺點 優點的話我覺得就是小兒妹 然後所以等於說 其實也不會太複雜 它的衛浴是非常乾淨整體 然後還有它的路況非常非常好 就其實只是大路 然後開進來 但是它開進來的那個斜布有點斜 我們昨天離開營區去吃飯的時候 阿三又不小心把底盤弄到啦 有點煩 營區的收縮也很好 所以這就是它的優點 他們營區阿 離草莓園 菜園都很近 然後你可以就是去跟他們買菜 那這一次菜是營主直接送給我們的 我覺得欸好讚喔 而且昨天晚上煮火鍋阿 就立刻加下去 真的很好吃 那缺點的話呢 我覺得只有一個 就是它的衛浴 離營味 不管是哪一區的營味都比較遠一點 你晚上如果要去上廁所或洗澡的話 其實是要走一點距離 而且冰箱也在位於那一塊嘛 所以這就可能是它的缺點吧 走到櫻花樹啦 它是真的感覺好像有一個櫻花隧道的感覺喔 這邊還有一個關刀山步道喔 咦?不給你 我要去櫻花 咦?不給你 給他啦媽媽 給他啦媽媽 你是打包瓶是不是 哇好照顧弟弟喔 全部躺著喔 躺好了嗎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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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最後我來大大的光影像園區啦 那園區呢 它算是非常小而美的園區 總共呢也才十個園位而已 那我們餵魚的地方是B區 所以它是兩張包區 那另外呢 還有七個園位在A區 然後一個VIP的園區 V區是兩張包區 影片還沒按讚的朋友趕快按讚喔 那我的FB跟IG 分享更多我們的生活日常 歡迎追蹤 那小青石綠宇之後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趕快訂閱我喔 那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就這樣子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